小朋友圍在阿湯哥 湯志明局長周圍 張大眼睛仔細盯著 卻找不到任何破綻 只能發出陣陣驚嘆 從小喜歡魔術的湯局長 因為沒有資源可以購買道具 卻在擔任政大副中校長期間 開啟了自主學習魔術的歷程 有沒有 再咬一次 有沒有 還要再咬一次 好 這一次它是完全交叉在一起對不對 好 放到這邊呢 放到這邊 讓它沉澱一下 彈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到嗎 1 2 3 哇 其實學樣東西 它是有專業進階的 像我們學這個魔術 當然也花了很多時間 像我現在每天都會 稍微手會把弄一下玩一下 那當然學的過程是這樣 因為魔術世界是一個很有創意的 我自己看到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非常有趣 連我自己表演我自己都可以欣賞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 就是說一個可以學的一種專業的 那我自己覺得說 學魔術 當然它也有很多的試探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設計魔術的時候 它的思維非常獨特 因為它會設計一些巧門 是你看不見 然後這些巧門怎麼讓它變成魔術 然後呢 最後成為一個大家可以欣賞的效果 所以像我們在表演的時候都還要看到場景怎麼樣 還有現場的一些控制 情緒的控制 還有你表演的順序 還有選擇要表演的樣態 那這個東西都是透過一些練習表演的時候 我們在平常底下的學習它就會更為道地一點 因為主要原因是像我們平常孩子呢 有舞台表演的時候他平常練習就會更專注 那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專業的提升 因為你學一樣東西的時候它裡面有很多知識 像魔術它也有很多知識 那它也有很多的表演的方法跟系統跟技巧 湯局長認為魔術世界很有創意 學魔術不但可以提升自信 培養專注力和創造力 還可以學到表演技巧增進與他人互動 那我自己呢 真的是完全自學 但是我的學習 其實我是跟全世界的魔術師在學習 因為我都買正版的道具 那他們有一些影片可以看 但是每個影片看都花很久的時間 有的影片一個表演的話 它可能要花一兩小時來閱讀它的表演的過程 它會詳細的解說 所有的裡面的詳細的過程 你要很仔細的瞭解 為什麼它會做這樣的表演跟設計 因為每一個表演設計都在它的原理 那我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模式我自己可以設計了 像我剛剛有一些模式 是我自己把它做變化設計過來的 這不完全是原來表演的樣子 那我覺得它會更順我原來的表演的手感 因為表演的時候有它一個 像我們左右所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這東西都是一些過程 那最重要的是說 讓我看到魔術的事情 因為我本來從小就很喜歡學魔術 可是以前坦白說沒有什麼錢 可以去買這些東西來學 那現在長大以後呢 剛好配合學校的設立的獨立學習課程 我自己就挑戰 所以我當時是一邊學 然後一邊就到政大附中的校慶去表演 我就用校慶去表演去挑戰 所以第一年呢就表演了三十分鐘 接下來我每一年校慶我都上去 我大概表演了五次 就是阿湯哥魔術秀五期 然後呢我在去年的時候 應該在進來回到當機場之前 去年我又回到政大附中 他們要我回去 因為我那時候退休了 我要回去 所以我就表演阿湯哥魔術秀六跟七 我也是表演了快八十分鐘 那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這種的學習的過程也很有價值 那我覺得就是反正自主學習 它可以讓你有很多練習跟探索 這非常有趣 湯局長以自學魔術的例子 鼓勵學子除了專注課業 還能透過自主學習 探索自我 培養自己的興趣 找到人生中不同的成就與目標 記者林奇慧台北報導